中国东部 东京一百二十度至一百二十一度 北纬二十八点五度至二十九度 陡壁森冉 风鸾敌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公园这一概念源自美国 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为生态旅游 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 而专业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 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 先居国家公园主体区域 位于先居县南部的河谷平原和丘陵山区 包括先居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浙江先居国家森林公园 神仙区省级地质公园 浙江先居阔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高达91.3% 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均达到国家一类 是浙江省罕见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清新空气 清洁水源 美丽山川多样生物 一起造就了先居国家公园这一方人洁地灵的人间仙境 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样的自然森林 是先居国家公园的核心与精华 先居国家公园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长绿阔叶林 长绿落叶阔叶混胶林 珍阔混胶林 珍叶林 竹林 山地矮林与灌草丛等组成了绿色的宝藏 先居国家公园内共有植物158棵641树1399种 不仅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山 还有13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及多种珍稀植物 先居国家公园内有脊植动物31目75颗400多种 其中已发现的白颈长尾质黑脊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26种 多彩的生命在先居国家公园同声共掌 演绎着生命的曼妙 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 在先居大地留下深刻的印记 先居国家公园地处华南褶皱系浙东沿海火山沿带中部 有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 最具典型性的火山刘文岩地貌 以中生代火山和火山沿地貌景观为主要地质遗迹和地质景观 共有各类地质遗迹190处 是一座火山沿地质学的天然博物馆 堪称火山沿地貌的天然盆景 先人居住的地方 处处都是梦幻般的天堂 时时勾起人们 无限遐想 先居国家公园 就像一幅栩栩展开的山水画卷 等待你放慢脚步 细细体会 这梦幻山水 这梦幻山水就是美丽中国精彩画卷的一个缩影 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 神仙居 总面积22.32平方公里 由西眼寺 尾枪山和巨仙谷 三大观景群组成 通过北海南天两条索道连接 有观音风 佛祖风 将军炎 睡美人 十一械飞铺 等百余个景点 壮美神仙居是这里的一张精明片 被誉为浙江一绝 先居国家森林公园 和先居阔沧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是阔沧山脉硕果仅存的一片 典型中亚热带低海拔沟谷长绿阔叶林 总面积57平方公里 保护区内 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和完整多样的生物圈 即古树云烟 奇风怪石 飞铺流泉 幽谷深潭等自然景观于一身 具有野、青、幽、奇的特色 公寓景区 总面积30.95平方公里 该景区尚未开发 但其凭借雄奇的自然景色 原生态的旅行方式成为旅游的天堂 被背包客们称赞为 华东最后的香格里拉 享有心灵的徒步圣地 中国最美的世外桃源等美誉 先驱国家公园 不仅拥有山川、森林、湖泊和地质奇观 它们还传承着先驱的灵魂 九千年历史的夏汤原石社会村落遗址 上散发着新石器时代的温度 先驱永安街上 现存最早的照明石柱灯 依然在照耀福事繁华 建于东汉新平元年的石头禅院 寺外现存世界上最大的近代摩崖时刻 佛字 而先驱阔仓洞 则是中国道教的第十洞天 Qué 踏进婆滩古镇 繁华往事 山回在这一盏盏 由绣花针刺成图案的花灯中 Minute komplett 前古民居的四方天井 斑驳小巷 弥漫着情耕语读的古朴家风 先居国家公园 美不胜收 千姿百态 令人叹为官职 兴旷神怡 细物中飘渺进路的山峰 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飞鸟 森林中倾斜而下的树树阳光 这些未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自然 给人以心灵的复苏 重新感悟生活的真谛 并得到重新出发的新鲜活力 感受自然之灵 感受和谐之美 这里是新鲜国家公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